政府積極推動夜市活動、搞黃經濟 有餐飲業表示歡迎 認為可以刺激現時淡靜的夜市 不過夜經濟活動必須有生意和搞活氣氛 建議當局放寬更多的規限 令到不同的業界參與 政府將公布囚辦連串夜間活動 搞活夜經濟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王家和 在本台節目時事大破解上說 贊同政府要搞活夜市 因為現在很多人改變了消費習慣 例如多了叫外賣和北上消費 到寧晚時的生意不理想 特別在夜間的時光真的很淡靜 在九點之後 就算以往的一些旺區 現在人煙都不是見很多 香港是一個不夜城 其實很諷刺 現在沒有了這個不夜城這個字眼 對我們來說 怎麼可以刺激市民出外消費的氣氛 這也是一個重點 當局正和業界策劃在海濱舉辦夜市活動 王家和說如果在商場或海濱引入更多不同的活動 例如音樂會等 有助吸引市民和遊客 接下來在灣仔的海濱 都有一些較為大型的活動 也希望可以借助這些活動 不是單純只是像過往以前大大地一樣 吉兒彈 比如說有品牌 或者令到大家都覺得值得去的 還有消費不高的地方 這個希望是可以借助這些不同的活動 去帶起一個氣氛出來 他又說政府和民間的努力 是搞活夜經濟成功的一步 希望相關部門可以放寬規限 例如飲食和泊車的限制等 讓不同的業界一同參與 鳳凰威士記者沈宇蘭報導 臨人一合阿姨 敬佩限 總之 碑 可